今儿了 有句话呢 最近咱们总捣过啊 就这频率都有点高了 说明天何意外 你永远不知道哪个先来 这乌鸦嘴 那保准又有事了 而且还是大事呢 7月2号一大早 家住阎口大石桥 七岁的男孩圣然 和爷爷还在睡梦当中 奶奶外出回来 准备给孩子做早饭 可是万万没想到 他一拉开房门 就听见轰隆一声巨响 然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火就火了一些个屋里头 我这一开门就 火了一些这个浪 就把我冲关上来了 那屋里那玻璃 什么的都打了 咱们孩子站状态上叫 他身上有火吗 没有 我身上也没有火呀 你没有火 这身上这一张 怎么都废了 突然发生的这一幕 把一家人都吓傻了 事后大家分析 可能是由于家里的房门 是铝合金的 屋内夜花器官泄漏 奶奶拉门的瞬间 产生了小火花 引发了这场意外 这场意外导致一家三口 特重度烧伤 奶奶烧伤面积62% 爷爷67% 胜然40% 尽管胜然的烧伤面积最小 但伤情最重 小孩烧伤面积大于25% 就算特重度烧伤 而成人呢 面积大于51%才算 而且小孩皮肤薄嫩 他对耐受这个修科呀 耐受各种打击能力 要比成人弱 他的神经系统发育不完善 所以他的受伤程度 要比大人要重 不哭啊 在另一间病房里 七岁的胜然 浑身缠满了纱布 满脸的伤痕 让人不忍直视 医生说 疼痛时 孩子只是低声身隐 很少哭闹 经过近20天的治疗 小胜然目前 已经脱离生命危险 手和前臂 已经进行了直皮修复 现在面部和上臂 现在初步定 是本周五进行直皮手术 一家三口的治疗费用 大约需要100万 全村人纷纷伸出援手 慷慨接纳 咱们村长啊 领着大家的亲近朋友啊 爱家爱护爱不扶持 为大家筹钱啊 为了救大家的三条英明 生有八十下之孩子 没有一个人 没为大家三个人拿钱 这份情 看着真心疼啊 意外既然已经发生了 我们只能坚强的去面对 奶奶也说了 村里人都齐钱帮助圣然一家 这就是中国好邻居 家里煤气管线 还有那些阀门啊 都该请检查 今儿了